是谁干掉了以太 19世纪末 科学家们一度认为宇宙空间中 充满了一种叫做以太的连续介质 就好比声音是空气当中的压强波一样 光线和无线电信号 也是以太当中的波 可是很快 一系列的试验就开始打脸这个理论了 最著名的一场发生在1887年 当科学家对两树相互垂直的光线传播速度 进行比较时 他们发现 无论时间怎么累积 两树光线的速度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跟以太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冲突了 因为按理说 围绕太阳公传的地球会快速穿行在以太当中 这就导致了垂直与水平两树光线的相对传播速度 有所不同才对 但实际上无论怎么精确的测量 它俩都是没有区别的 怎么解释 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爱因斯坦终于出现了 带着他的相对论来了 他说既然你根本无法探测 自己是否在以太当中运动 那么以太的概念 就是多余的 造成光束不变的原因是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直到今天 这还是一个不太容易具象化来理解的概念 但是科学界已经完全接受它了 当然以太也就被彻底干掉了 这本书 《科学时代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 由时代周刊特别授权 系统的梳理了20世纪 关于太空探索、核能开发、化学应用、生命科学和通信等科技领域的发展脉络与重要突破 短小金焊一本在手 你就是行走的百科全书了 价格还这么便宜 赶紧拿下吧